逃不及 九行三三 九行三三 九行三 解决小丑丑的手 抽到冠水水更流 忠然又对我流行 顺势就来下次龙 九行三 九行三 执着手能当 就乱一种心 腹中才有我 最主张今生 就像一粒来 老酒能醉人 醒来如风铃 你与我厌日 奔头只顾向东方 太多缺点愿细成 事对事错没有纯 要死要活别交集 九行三三 九行三三 樱岛 十五 你与我姜 你前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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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花杆的 这没看出来你有这本事 吹个小调也算不上本事 回头叫我看看 打上了花杆 我就没留舍你什么样 不早了 还得赶路呢 我不 让我看看嘛 抬着花杆回不了头 放下 把花杆放下 回头我瞧瞧 这鼻子眼睛有什么可看的 长得还挺帅的 你干什么的呀 抬花杆的 以前是干什么的 也是抬花杆的 你生下来就抬花杆的呀 对呀 你嘴里寒的什么呀 没什么 不信 你要是没寒东西啊 肯定吹不出这声来 真的没什么 你站在我看看 我看看 走 走 走 抬花杆的 你叫什么呀 刘叔 刘叔 吹呀 吹什么呀 吹什么都行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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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毒 古斐 古斐 竹末 早安 快來 走 古斐,怎麼了 爸 看见土匪跑回去了吗 没有看见 那边 那是台花杆的 叫你们给吓跑了 吓死人了 还以为你们是土匪呢 你们这儿上哪儿啊 江阳 同路 这里土匪出没 刚才那边还死了两个人 你们小心点啊 别跑了 这人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谁给我塌花杆啊 这我就管不着了 我知道你是谁啊 我们家就是江阳的 我爹是永生烧房的 你 谷语小姐 谷掌柜的大千金 你知道啊 江阳人哪儿有不知道的 你是第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吗 我都三年没回家了 好 谷小姐的忙我一定帮 弟兄们 抬花杆 好 谷小姐 谢谢你哦 谢谢 抬花杆 抬上 来 没你事了 你可以走了 说你呢 这花杆是我的 这花杆是我的 那又怎么样 快走 他是我雇的 就让他抬吧 不行 滚 这花杆是我的 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别这样别这样嘛 他在这儿爱着你什么事啊 就让他抬嘛 你这样别这样嘛 你叫他他也可以 那我就不管了 毕竟吧 走 别 还是我走吧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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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的 一个臭贷苦力的 弟兄们 抬起来 好 来 这剑岸车还有多远 没多远了 剑岸往这儿走 刘叔 你想得腿脚够快的 比抬的划杆快的 你坐这儿干什么呢 累了 去江阳走这条路 看 你们差点走错路了吧 今天到不了江阳了 走这条路到西加山庄歇一晚 明天早上再走 来 刘叔 走啊 你小子想干什么 等你们到地方 我要回我的花杆 你 一副破花杆值几个钱 那可是我的饭碗 好 我给你钱 看见没有 钱 我给你 你别再跟着我 你们是干什么的 江上打鱼 山上打猎 林子里打鸟 你们不是坏人吧 小姐你真逗啊 就是坏人也不会告诉你吧 有这么梦话呢 别再走错路了啊 刘叔 什么神 是他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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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що 我去élink 你怎么打倒得快 浅 刘叔 刘叔 古小姐 你们怎么也在啊 你们不是去成都了吗 先去江阳 明天我们一起走吧 太好了 一起走 古小姐 你怎么会认识他们 我们在武汉上船的时候 就认识他们 上来玩 我们这儿有好酒啊 好 马上就来 别理他们 我越来越管不了你了 走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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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刘叔 刘叔 刘叔你在哪儿啊 听见鸟叫就是刘叔了 我知道我一听就是刘叔 刘叔 快走吧 刘叔 刘叔 羅 好了 小姐 赶快休息完 吃饭 今天晚上有堂会 江案西班 柳旭云大老板的陈妙长 好 好 好 行啊 先稍微 我也划算 你聞到我 好 好 来劲了 好好好 这功夫见长了 怎么样 我也见长了吧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说吧 擦擦汉 今天晚上 镇守使张大人路过山庄 他非要听你的水漫金山 我知道 张大人是您的亲家 江阳的父母官 那还用说 就水漫金山 那可得要卖点力气啊 我还不想给自己丢人呢 二娃 通知冯师傅上庄了 好嘞 你果然来了 我来了半天了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你干嘛还跟着我 我去江阳 你去江阳 必须在这儿歇脚 姓刘大 我实在是不想杀你这无名之辈 我告诉你 明天上任我你再跟着我 我可对你不客气 我不是有意跟着你 我舍不得我的滑干 你 去你妈的滑干 那儿我告诉你 我说话算话 开饭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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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到饭店用饭 小姐 你干嘛去啊 我去叫那几个日本人 他们那儿有好酒 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说了 我不是可以的 我不是可以的 你们干什么 我不是可以的 你们干什么 快来 tel 走 小日本人 你他妈的 别怜着我 小欺负人也没事了 只要人没伤作就好 消消气消消气啊 为什么这么做 他屋里闯了我的房间 他屋里闯了我的房间 无耻的枪盗 有什么事啊 愚蠢瞎见的中国人 打得好 打得好 住手 谷小姐 对不起 误会 什么误会 帅了吧 走吧 二婉 你没事吧 没有 多亏了这位大哥 谢谢你啊 要不你这孩子都没命了一个 是这孩子的命大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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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 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一听就知道是你 我比你们先到的 要是这大哥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谢了吗 谢了 谢谢你了 不用谢了 要不你把这件衣服脱了吧 我帮你洗洗 没事 你们会着凉的 不用了 托了吧 这样这样 没关系你先托了吧 你先批上我的批肩 批肩批上吧 你把这个先给脱了 没事 不用 不用 我可以先批肩才能批上 不用 你可以先批上 我自己回房 回房擦一下就行了 那个 你们俩认识啊 不是 刚认识 你们也认识好像挺熟的 没有没有没有 也是初次见面 这是我们系班的柳老板 幸悔 以后别瞎跑了 多寻呢 听见了吗 听见了 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好 甭给他们 古小姐 你应该知道吧 什么酒啊 这是江阳三百年名教出的老教教 就是你们家的教啊 喝 就是我们家的 这酒我还没尝过呢 好香啊 真是好酒啊 来来来来来来 好 真是好酒啊 你要干什么 可不可以叫我尝一尝 不可以 可以 你让那个新凶的小子 给我们这小兄弟赔个不是 酒给你们喝 给你们中国人道歉 不应该吗 不应该吗 那这位小姐打了我们的人 也应该赔礼 那是你们无礼 不 不行 我只是想尝一尝这酒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定就是 早已闻名的三百年老教酒 拿我们的清酒跟你们交换呢 你们的也叫酒啊 我喝过 刷锅水 老教酒 是用学问泡出来的酒 你懂不懂 想喝这酒也行 知道什么酱吗 五十个大洋一碗 你舍得吗 一百块大洋一碗怎么样 可以了吧 这叫梅酱 你不配合 谁不配合 你不配合 不配合 你不配合 你不配合 好酒 比比比 不就是一口酒吗 让他喝一口吧 让他品尝品尝老叫酒的厉害 他不配 大马人 今天柳戏云可是双厨 前边是秋江 后边是水曼金山 这可是年轻贼的 哎呀 我说何掌柜啊 亲家母可是告我这儿的 你包了个女医子 也不能不给家的钱呢 别听我下个事 他这是吃醋的 何掌柜 你那点妥事 别太张扬了 闹得满城风雨的 我这脸上也无光 好好好 您放心亲家 我怎么也不能给您 震首使张大人脸上抹黑 哪个 那个 坐张大人旁边的那个 看见了不 大财酒房 你知道 出来卖艺的没靠山点行吗 江阳的戏院子都是他开的 有钱 还开了一个酒房 刘叔大神 我马上就要上场了 这碗莲子根给你吃 别客气了 我等下一下去看他 拿着 去 去 看出来了 刘叔那小子 绝不是个太花干人 没说去 你看到 你看到焦二王那两下子 还有 他唐日本人那一手 这小王 身上有功夫 特朗跟着古语小姐干什么 我也纳闷了 不行 咱们的事 不能等到明天 今天晚上就把它办了 去看 看见 他拿着 看见 你 想要 看见 我去看 你 说 你 说 那你 你 看见 再加上张大人的离仓 这事有点麻烦 吴小姐 这回刘洋回来 有什么打算呢 在日本学的就是管理 所以回来 肯定是帮爸爸打理酒房 好 这下永生烧房 可就如虎添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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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唱啊 怎么了 唱啊 张大人 今天我不能唱了 为什么 我不给日本人唱戏 听戏 谁都可以听啊 不行 既然他们不走 我就不唱了 你们几个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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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请他们出去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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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要出事儿呢 越好 越乱越好 咱们趁乱动手 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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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中文字幕——YK 大家开戏吧 开戏 开戏 刘老板 可以唱了吧 何掌柜 你跟他们说什么来的 众日方交马 何为归 许业许业 怒乃次 乃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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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台花杆的 骗人 反正我台花杆 扛包 拉芡 烧酒 什么苦活都干过 我才不信呢 还烧过酒 对啊 我烧过 沿江的大酒房我都去过 你到江洋来 不光是为了台花杆吧 我就没去过江洋 所以在那儿也不知道能干点什么 那好 那你就到永胜来 我爸一定喜欢你 你说的算吗 当然 我爸听我的 再说吧 小姐 该睡觉了 就这么说定了啊 哎 你的皮签 被你擦得乱七八糟的 扔了吧 不是 这小子在上边干什么呢 封哨吧 他在打谷小姐的主意呢 日本人跟这是有什么关系 难说 无缘无故 他们不会跑到江阳城来 他们站在那儿 咱们下不了手啊 我们不能再等了 这个人我来对付 就跟弟兄们说 把花杆抬到后门等我 好 好 喂 朋友 来 你过来 对 就是你 哎呀 想喝好酒吗 那是当然 你看那 那 哪 曹庄主把好酒 都没在那了 在哪 那去那 我不想和你接仇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啊 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了 什么东西掉地上 我没看见啊 你看见了 我 没看见 我还听见叫了一声吧 还叫了一声 奇怪 我我没听见啊 你听见了 我没听见 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是不是大晚上做噩梦了 做噩梦 我我我还没睡呢 你干嘛老盯着我 我没有盯着你 我还想和你交朋友呢 你还是条汉子 害人的人都该死了 害人的人都该死了 顾小姐 顾小姐 谁呀 我 三虎子 快开门 干什么呀 深更半夜的 你个大老爷们儿 闹什么 出事了 快开门吧 死人了 死人了 小姐 谁死了 小姐 刘叔的 刘叔把日本人给吓死了 你吓死我了 胡说吧你 快过来 你看 死了 咱们赶快走吧 张大人在这儿 万一查起案子来 咱们谁都走不了 又不是我杀的干嘛走啊 查你个十天八天的 你还回不回江阳城了 趁到现在半夜 没人知道 咱们赶快走 把刘叔叫上 把刘叔叫上 他早跑了 快走吧 快点 天还没亮呢 叫我干什么 咱们不等天亮了 得赶紧走 出什么事了 刘老板起来了吗 都还睡着呢 赶快要他起床 我去叫胡小姐 没头没脑了 等天亮了再走吧 别问那么多了 赶紧走 把道理给我 不好了 死人了 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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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了 快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许说话 好 刘叔 你来 大人传你 没事 是 你是刘叔 晚上你和那个叫三虎的人在院子里干什么 我来 我来跟他要花杆钱 听见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 我明明听见什么东西落在地上还叫了一声 你怎么没听见 没听见 那个叫三虎的呢 我要完钱以后就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古小姐怎么也不见了 不知道 她还欠我花杆钱呢 可日本人说 是你跟三虎干的 大人 这几个日本人无恶不作 差点摔死戏班的二娃 他们的话能信吗 话虽然这么说 可日本人怎么从楼上摔下来的 喝醉了呗 对 他们嗜酒成信 昨天晚上为了和我们争酒 差点和我们打起来 喝醉了 对啊 喝醉了 刘叔大哥 刘叔大哥 大人放你走了吗 还没结案呢 那我们就先回江阳了 侯掌柜帮我们说得行 走吧 别说了 行 那你们先回江阳 江阳去 多保重啊 这些酒 都是日本人喝的 这不全是他们喝的 什么不是 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大人说了算 东阳人没有喝过中国的蒸馏大区 难免就贪杯 喝多了从楼上摔下来 你说是不是 大人说是就是 刘伯官 大人 姐 知道了 日本人能答应吗 你忘了 昨天晚上看戏 那不是乖乖地出去了 这里边的血管大着呢 刘伯官 到 把抓的人都放了 是 这古小姐总不会晚上一个人走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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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路上不知道有没有酒驾 酒驾之中 不知道有没有江阳大局 从现在起 该轮到他们苦吗 认识 我们下期再见